好刚才说空拍小组因为升天飞天了 所以他们看到的角度都跟我们不同 刚才那则新闻我们已经看到 在奥默克有五个圆弧形的简易教室完工了 接下来就到地面上来看看这五间教室吧 这一回在奥默克的教室组装完成之后 已经正式移交给学校了 五间教室的启用典礼当天 全校师生还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曲 献给替他们盖教室的志工 学生们还画了一张一张的图画 要让志工带回台湾做纪念 天刚破晓 奥默克一闭中央小学 这一天起有了新气象 Thank you Bodex Touchi Foundation You are one of our kind You are our friend Hom we thankful You are our friend You are so good 校方自创一首则绩纪歌 小朋友也当起最佳亲善大事 Thank you for the love you give to me I'm going go inside you Your love you shout out to you Shotin' to you Thank you 还有细心画出的检疫教师图画 可是让每一位志工都想带回台湾纪念 For voluntarily help us and effort to spend to us Your heart will love to us Remembering you all that you'll always be part in our everyday life 我们的建筑团队从11号进到贵校 用四天的时间将五间的组合教室把它完成 Because that i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between 菲律宾和台湾 Thank you Thank you Chu Chi 五间检疫教室拉近了台湾与菲律宾的距离 其实独鲁湾政府之前公布 1月15号才正式复学 但学校能发挥心灵辅导的力量 也在这一段期间能安置小朋友 因此检疫教室真的是志工拼了心力 为孩子打造教育的立身之地 大爱新闻周下美去宫带蹲人 菲律宾奥默克报导